陕甘总督以及甘肃两任不证实相继被抓 但是案件却毫无进展 甘肃全体官员众口一致拒捕招任 办案官员李世尧无计可施 如何在铁板一块的甘肃官场寻找缝隙 打破这个腐败集团的攻守同盟 系列节目 甘肃冒政案 特邀国家行政学院焦力为您讲述 第六集 铁板上的猎坟 乾隆39年 王胆望平调到甘肃出任不证实 为了获得升迁 他编造了一个冒阵捐尖的泥天大黄 三年后顺利的容身而去 但是已经扩展到整个甘肃的这场宴局 并未因此结束 继任者王庭藏 面对整个甘肃官场的腐败回天乏力 最后也被迫成为其中一员 就这样 在全省官员串通一气的蒙蔽之下 这起发生在甘肃的集体贪负案件 一直被隐瞒了长达七年之久 直到甘肝总督勒尔锦 因平叛不利突遭逮捕 事情才突然有了变化 为了避免露出马脚 慌乱之下 王胆望与王庭藏 主动向皇帝缴纳巨额义资银 试图花钱消灾 拿成想 这一举动反而增添了乾隆对他们的怀疑 针对甘肃捐尖茂镇的调查 也由此拉开了大幕 那么王胆望等人面对调查 会如何应对呢 乾隆皇帝的调查 又能不能顺利展开 然而 令乾隆没有想到的是 乐尔锦 王胆望 王庭藏 三个人 虽然不在一起 但是好像约好了似的 对于娟姦冒阵一事 全都是口否认 而对于甘肃大小官员的调查结果 也惊人的相似 所有的人都不承认 有娟姦冒阵之事 乾隆的怀疑 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据支持 咱们先看对王胆望的审问 王胆望共称 他在半娟的过程中 确实听说过 捐监改收粮 为收银一事 但这是其下属 私自所为 他呢 曾经就此事 责备过下属 后来考虑到收银以后 可以补够粮食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王胆望此共 不但不承认 冒阵贪污 而且还将改收折色的责任 全部推到了鼠原身上 而且他特意强调 他的本意在于 捐多骨多 至于分肥入己之事 那是绝对没有 再看乐尔锦是怎么说的 他说 我最初奏请恢复捐监粮食 并无折色收银一事 后来 风文有折色之说 也问过当时的不正式王胆望 但王称并无其事 于是我信以为真 没有再过问 王庭赞的供词 与乐尔锦王胆望 如出一辙 也说 对于捐监的事 他只是宏观把握 具体事物 都是由兰州知府 和其他鼠原 一手操办的 把自己的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乾隆意识到 光这么问 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 因为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王胆望 乐尔锦 王庭赞等人 就会不断的狡辩 搪塞 推托 乐尔锦 王胆望 王庭赞 这三个省里的主要领导 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下属了吗 那就接着往下查 把每一个相关人员都审一遍 乾隆心想 我就不信 找不到透风的墙 于是乾隆皇帝 抵命身在甘肃的阿贵 李世瑶 逐一调查 甘肃的大小官员 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出突破口 揭穿王庭赞等人的谎言 可这事儿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因为这起弊案已经涉及到 甘肃全省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参与其中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没有人透露任何信息 那么接下来 调查该如何进行呢 一点进展都没有了 阿贵李世瑶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就在案件调查停滞不前的时候 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为案件调查带来了曙光 乾隆46年6月24日 也就是王庭赞 奉皇上旨意 到达热河不久 位于北京乾文地区的 连星贸铺店主张杜仲 拿着沈阳圆通贸铺的伙计 何万有 寄存在店里的衣服 曝光 据张杜仲共称 三天前 连星贸铺 突然来了一位熟客 圣经 也就是沈阳 圆友通贸铺的伙计何万有 张杜仲亲自将他迎进来后 还没顾上寒暄 形色匆匆的何万有 便将一副衣搭交给了张杜仲 托他代为保存一段事件 因为连星贸铺一向与原有通贸铺 有生意往来 所以张杜仲虽然疑惑 但也不便推辞 当场收了下来 何万有呢 随即匆忙离开 不知去向 张杜仲收藏伊搭的时候 发现伊搭非常沉重 其中必然藏有物品 当时便起了疑心 但是由于有承诺在先 也没有打开来瞧 只是如约将伊搭收藏起来 然而就在这两天 京城疯传甘肃捐监击毙案发 王庭瓒此时正在热河 避暑山庄觐见皇上 据传已经被拘押审讯 张杜仲知道 原有通贸铺的背后东家 就是现任甘肃部政使王庭瓒 当即联想到 那个可疑的伊搭仪式 立即打开检查 结果发现 伊搭里面竟然藏有60根金条 总共重达471两 当时黄金是十分稀少之物 张杜仲一个普通老百姓 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吓得目瞪口呆 想到原有通贸铺 是王庭瓒出资所建 这位联星贸铺店主 恐有妨碍 于是就赶紧跑到衙门报案来了 留守经师的大学士英联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如获至宝 认定这是甘肃部政使王庭瓒 刻意在转移赃款 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皇上 乾隆听说 这个寄放金条的何万有 是沈阳原有通贸铺的伙计 而沈阳原有通贸铺的背后 东家又是王庭瓒 十分兴奋 立即下令 奖励举报人 连行贸铺店主张栋柱 并且发出了告示 通缉何万有 当审讯王庭瓒的时候 他却一口咬定 六十根金条是在甘肃用银子换的 想到经理仍变换银子 以作甘肃均需杂项之用 把金条交给向常认识之何性 托其代为兑换 听起来这个理由倒也冠冕堂皇 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还显得王庭瓒一心卫国 以实际行动支持朝廷 在甘肃的作战 乾隆苦心安排 一心想查出甘肃捐奸冒阵的真相 但未求活命 王庭瓒等人捅一口径滴水不漏 那么事情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 乾隆深信甘肃捐奸必有蹊跷 但没有真凭实据 又怎么让贪官献出原刑呢 就连私自转运金条的事情 王庭瓒都能巧舌如簧 蒙混过关 他还能有什么把力 让别人抓住吗 甘肃北京两地查案 都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 又是什么意外事件的发生 让案件侦破再次显露曙光呢 系列节目 甘肃冒震案 特邀国家行政学院焦力 继续为您讲述第六集 铁板上的裂缝 一个多月之后 官府在冀州的激流客店 发现了因为被官府追得走投无路 而自杀的何万有的尸体 及其遗书 六十根金条一事 真相大白 原来 王庭瓒接到皇上 招自己去承德避暑山庄 觐见的御令后 担心此行凶险难料 但是圣意难为 也不得不去 为了谨慎起见 他决定把自己这些年来 积聚的财产转移出去 这六十根金条 正是王庭瓒 想要转移的财产 由王庭瓒的心腹 交给何万有代为保管 后来何万有 因为觉得风声太紧 就将藏有金条的衣搭 既存在一项 有生意上往来的联心帽店 没想到联心帽店的店主 胆小怕是恐有妨碍 居然跑到衙门报了案 随即 签出了六十根金条的主人 王庭瓒 随着案件的调查 官府发现 王庭瓒转移的财产 还不止这些 他的心腹长随 王亮侯 也帮着王庭瓒 转移了金业四丰 共四百零一两多 和白银一百零六丰 共六千七百两 到自己的家乡 王庭瓒个人财产数额巨大 远远超出他不证实的心腹 显而易见 这些钱不是合法收入 按理说事已至此 王庭瓒理应认罪扶法了 然而王庭瓒不但拒不认罪 反而还能对自己的巨额财产 得出较为合理的说法 他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尽管王庭瓒转移财产 证据确凿 但是却并不能证明 他转移的财产 是从甘肃捐监冒阵得来的 因为清代官员经商非常普遍 比如和珅就是经商的高手 开有当铺银号几十座 王庭瓒和王胆旺等许多官员 都和和珅一样 在当官的同时还经营着许多生意 王庭瓒当然不会承认 这些财产和甘肃的捐监冒阵有关 他甚至不承认 自己知道甘肃有捐监冒阵之事 把责任都推到了下级身上 对王庭瓒的审问 再一次陷入困境 那么这个案子 究竟还能不能查得下去呢 北京甘肃两条战线 接连失败的情况下 这个案子会不会成为一桩悬案 其实乾隆心里明白 王庭瓒等人死不认罪 就是为了保命 因为一旦甘肃的事情败露 上下官员都是死路一条 横竖都是死罪 为什么要招供呢 如果有人愿意招 那必定是一个既了解一心内情 又涉案不深的人 因为只有这种人 才能通过揭发检举 英文宽大处理 但是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 就在乾隆为此冥思苦想的时候 阿贵和李世遥成交的一份名单 突然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灵感 乾隆要他们两人重点清查 王胆望任甘肃部正史期间 各道府州县负责捷报 捐监银两的都是什么人 很快阿贵李世遥就整理出了 一份王胆望任内历任道府 及州县官员的名单 报给皇上 看着这份长长的名单 乾隆皇帝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这份几乎囊括甘肃全省官员的名单之外 乾隆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局外人 他有可能使案件真相大白 那么这个局外人是谁呢 乾隆告诉阿贵和李世遥 涅斯继续局外人 涅斯就是案查史 也就是省一级的监察官 皇上的一道御址 让阿贵李世遥毛色顿开 马上派人将甘肃暗查史福宁 请到了总督府来 福宁一路上是坠坠不安呢 建立之后 李世遥也不寒暄 单道直入地问道 涅台大人 你知道甘肃捐监赈灾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事吗 福宁啊 一下子就愣住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不管如何回答 他都有过失 为什么 甘肃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作为案查史 如果他不知道 那他是失查读之 如果他知道了 却没有报告 那更是失之读之 无论怎样 他都免不了受处分 所以 这位堂堂的案查史 吓得站在那儿 不停地用袖子擦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到福宁紧紧张成这样 李世遥又放缓了语气 温言安慰道 福大人 你也不必过于紧张 我们都知道 你是涅斯 完全是局外人 这也是皇上的原话 福宁大感意外 有些不相信地问 皇上真是这么说的 李世遥肯定地回答 对 皇上英明 知道捐监赈灾之事 不是你的职责范围 福大人 你只需要 将你所知道的 甘肃捐监赈灾的情况 如实报告给皇上 就完全脱了干系 文厅此言 福宁是又惊又喜 这几年 由于担心 自己在甘肃官场 无法立足 所以他对于全省上下 通通舞弊 冒阵 捐监之事 虽然也知道一些 但是 却不敢弹劾 就这样 每天装聋作哑的混日子 其实 心里 也很纠结 现在 皇上让李世遥 要严查此事 如果再不说 那错误就更大了 所以啊 福宁当即 将他所知道的 甘肃省 捐监内幕 和盘托出 甘肃暗查史 福宁 透露了 捐监冒阵的内幕 案件终于有了 重大进展 然而不久 李世遥感觉到 事情依旧不乐观 他发现 暗查史 福宁的作用 极其有限 是福宁 没有全力配合破案 还是甘肃官场 这张腐败网 任性十足 一半是能力强 而著称的能臣李世遥 又会采取什么措施 系列节目 甘肃冒震案 特邀国家行政学院 焦力 继续为您讲述 第六集 铁板上的裂缝 这是清朝历史上 最大的一起集体的探索 两任部政史主使 全省百余名官员 相互传风 狂暴灾情 私分振款 蒙蔽千龙长达七年时间 如此大面积的探索 为何无人告发 当地民众又为何视而不见 案件因何录了马脚 面对集体探索 千龙为何会派 连一大探官 前去查 铁证面前 千龙如何裁断 甘肃冒震案 敬请关注 至此 调查铸监的事 算是有眉目了 那么冒震的事如何呢 这个 福宁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福宁是暗查史 一来不经手 捐监赈灾的具体业务 二来 其他官员做事 也都防着他 所以他所知有限 具体到王胆望 是如何用冒震 开销掉捐监的银子的 福宁也无法提供 更多的线索 只是说 甘肃省各地方 暴灾树木 全都有不证史丝决定 如果要了解更多 只能是去查阅 王胆望任内时 各属报捐实收 及冒震开销的原始账簿 于是 李士尧连夜调阅了 不证史丝的账簿 咱们前面讲过了 不证史丝 可以让人查的账 那都是经过 精心伪装的假账 仔细看完账本之后 李士尧 竟然发现了一个 重大的巧合 也就是 凡是捐监人数多的地方 必然有干旱 阵营也开销的多 而捐监人数少的地方 则少有灾阵 实收捐生之多广 竟然与各州县 被灾之轻重 如此契合 难道老天爷知道 哪里捐来的钱多 就在哪里闹灾荒吗 显然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 枉胆旺 与地方下属 串通 侵蚀 冒阵开销 捐监款的实证 做假账的人 没有注意到 掩盖这个细节 想不到 却被李士尧 看出了破绽 当然 光凭这一点 还不足以确定 冒阵一定存在 毕竟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也许 真的就这么巧合呢 事情涉及到 甘肃全省上上下下 上百名官员的身家姓名 仅仅怀疑是不够的 如何才能找到真凭实据呢 李士尧 苦思冥想 终于找到了 突破口 翻着一锣一锣 从表面看 刑事要件 隐影俱全 毫无破绽的 暴灾单 李士尧突然想到 何不实地去调查一下 哪个地方 有没有灾害 不能光看暴灾单呢 直接去问一下 当地的老百姓 不就清楚了吗 于是 李士尧找出一些 时间和距离 都比较近的暴灾单 派人分别去 暴灾的当地 进行实地调查 不久 调查的人回来了 汇报说 暴灾单上记载的灾害 十之八九都是假的 当地根本没有那些灾害 就这样 经过实地勘察 假暴灾的事 也搞清楚了 而且是证据确凿 下一步的调查 必须具体到 甘肯市场 甘肃省的每一个涉案官员 查出他们有没有将这些钱分赃入己 如果有 又是如何舞弊分飞的呢 这可是涉及到定罪量刑的关键问题 而要把这个问题查清楚 无疑是最难的 因为甘肃捐监茂镇长达七年之久 通省大小官员几乎是无不燃止 他们都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 所以早已形成严密的绷售同盟 上下沆瀉一气 蒙混隐瞒 谁也不肯识说 即使有说的 也只是承认 历年办理赈灾的时候 有已轻暴重 户口已少暴多的情况 一旦涉及冒阵舞弊的关键 这些人要么就沉默不语 要么就说 这些暴灾得来的钱 其实还是办了 为老百姓修桥铺路的公益事业了 就这样 审问多日 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案件的调查又陷入了僵局 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打破这一僵局的 竟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高兰县护房的疏力 高兰县护房 一个小小的疏力 又是如何使案件的调查向前推进 直至取得重大突破的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观众朋友再见 甘肃捐监冒阵 历时七年之久 全省官员深陷其中击中难返 面对事情真相 乾隆皇帝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会把甘肃的官员都傻光吗 明天同一时间 国家行政学院交力为您讲述 甘肃冒阵案第七集 全部拿下